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复习范例5 范例5 是一个桌子 桌上有一个小球被绳子拉住 桌子中间有一个洞 小球绳子穿过洞之后呢 在桌子底下被一个 大M掉着 挂着一个大M 然后小球是做 等数圆周运动 小球是做等数圆周运动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 大M的重量其实是 比小球重的 可是因为小球有在晃 小球有在绕圆 所以说小球想要冲出去的这个力道 把大M给拉住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平衡的状态 大M往下有MG的力 然后呢撑住大M的 是往上的 绳子张力 绳子的张力 绳子张力T 那同样一条绳子张力相同 所以这个张力也同时拉了 拉住了我们的小M 提供小M向心力 提供小M绕圆 所需要的向心力 好 那么 这是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 第二小题 第一小题只不过是希望我们 从 希望我们从 O点去观察这个小M 它的角动量 所以我们就画一下 我们假装在O点这里有一个人 那他去看这个小M呢 这个小M相对于O点的角动量会是多少 搅动量就是 把垂直乘上P 那今天他是绕圆嘛 所以绕圆这个人看起来 他看起来这个小M 他就会是 他就会是垂直的 跟他 跟他所看到的距离 是垂直 因为这个 这个人 刚好是在圆心的位置 所以他看过去的这个R 今天刚好就是 跟V垂直 好 所以 结果就是 第一小题 就是 第一小题就是 R乘上 动量MV 那第二小题 才是刚刚提到的 张力 刚好把 底下的重物撑住 所以张力 的大小 就等于 底下重物的大小 然后同时呢 张力作为小M 绕圆 所需要的向心力 所以张力又同时等于 向心力 所以又等于 MV平方 除以R MV平方 除以R 是向心力公式 这是上学期的范围 如果我还不熟悉 可以回去看 上学期的录影 好 所以这就是第二小题了 那再来呢 接下来才是跟 脚动量手痕有关的 底下如果挂了一个东西 那 挂了一个东西以后 它的 上面的半径 变成短了 本来绕圆的半径是R 现在剩下2分之R 然后底下挂的东西变重了 变重的话 那我们也许可以写成 也许可以写成 nπ nπg 这样 然后 张力 也会变成nπg 不过呢 重点是在于 加重之后的力 加重之力 通过参考点 所以利弊是0 那利弊是0的话 就不会造成利局 所以不会造成利局的话呢 就根据我们 在介绍 脚动量手痕的 那个影片 所介绍的一样 只要没有 造成利局 脚动量就会 手痕 那实际是就是因为 利局 就是脚动量的 十变率 那这个利局 如果是0 那就会造成 脚动量的变化 是0 那就是 脚动量手痕 一开始的脚动量 就会等于 后来的脚动量 好 所以 第三小题 因为 不造成利局 所以脚动量 还是一样 还是 跟第一题 一样 就是rmv 好 可是呢 虽然脚动量还是rmv 但是 今天实际上 它的半径是缩短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这里有一个v'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它的速度其实也变了 好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写成 新的脚动量 新的脚动量 它其实是 也可以写为 r' 乘上m 然后v' 那只不过r' 今天是r 然后v'保留 那它会跟一开始的 脚动量 一样 意思是说 二分之r 乘以m 二分之r 乘以m 再乘以v' 必须要跟原本一样 这样才是脚动量守恒 才是脚动量前后不变 所以结果就是 v'其实是 两倍的v 速度变两倍了 半径变一半 速度变两倍了 好 那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题了 那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速度 那我们可以知道张力了 张力其实就等于 mv' 平方除以r' 要注意这里的r 已经不再是原本的半径r 而是新的半径二分之r 然后 v' 刚刚我们也从脚动量守恒 得知 它其实就是 2v v'其实就是2v 我们把这些 拉上去一点 好 所以结果是 t' 新的情况 张力就变成了 8mv' 平方除以r 那最后呢 这个mv' 平方除以r 呢 就跟我们一开始的 mv' 平方除以r 一样 那原本的mv' 平方除以r 它是等于张力 那张力又等于mg 所以 这里我们就可以把mv' 平方除以r 就换成大mg 所以我们最后结果是 新的张力 除了等于 8mv' 平方除以r 之外 它也等于8mg 所以这就是 角动量守恒的一个应用 动量守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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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速度 不太会变 就是mv1 等于mv2 那v1 就等于v2 这是单一个物体的动量守恒 如果一个物体它没有受到 合力 如果它的合力是0 那它的动量就是 手恒 它是进行等速度运动 但是呢 在角动量的情况中 角动量是 跟r有关的 所以它有可能变化的 不只是 速度v 它也有可能变化r 不一定只有速度变化 r也有可能会变化 这就是这一题要表达的 那 各位在做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 它得力是否是 不造成立局 如果不造成立局 那就会是 角动量守恒 也就是 前后状态 的角动量应该要一样 即便它的半径和速度 有可能 会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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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